多春鱼 多春鱼 很健康的 因为它Omega3是很多 很简单的做法 林刚老师说 多春鱼去腥有一个小妙招 把这个鱼鳃这个地方剪断 然后呢 就轻轻的拉着这个鱼鳃这边 然后轻轻的把它往外 就连这个 你看这个墙子都拉出来 你看这样就修理好了 这个鱼就干净了 我现在拿姜跟葱 来做一个姜葱水 把这个鱼来腌一下 好我们先来 把这个葱处理一下 这个葱呢 因为我们是要拿这个 汁所以呢就把它切碎一点 所以我们这次是这样切 大家斜的切 怎么样好 如果你不切也可以 你就把它把它揉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 切得越小 就那个葱的味道 和姜的味道就越容易出了 好 这个把做好的 切好的这个姜 跟葱换进来 一点点水就够 然后呢 就这样子抓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水就变绿色 这是那个葱的汁已经出来 这个是很关键 这个到时候这个鱼呢 就有这个姜葱那个味道 其实就是可以这样用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水挤出来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水挤出来 好 这个或这边 然后呢 你看这个水呢就 那个葱跟那个 那个姜的味就很浓了 浇在 浇在这边 用这边 用这边 那我们就可以 稍微拌一下 因为这个鱼是很软的啊 不要很很大力啊 很软的 煎 煎了以后才好 好 这样拌一下 这个 姜葱味的他都进去 他就进去 然后大概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来煎我们的鱼 先把火打开 开中火 然后呢 这个锅烧的稍微有点热 就好了 不用烧到油千万不要冒烟 一冒烟 什么油都已经是不健康了 好 让他 这锅沾点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鱼 摆上去 把我们的鱼摆上去 这样子呢 你看 这个不锈钢锅有点粘 老师建议用不粘锅来煎 就不会粘锅了 我现在把一面煎好以后 我们把这个面板过来 啊 反过来 啊 这个鱼是很容易爆皮的 可是 还可以了 另一面 稍微 先香一点点就可以了 它会 一煎它爆开 你看这个鱼卵 很漂亮 现在熟了 我们只是把一些盐 加在上面 现在加盐上去呢 跟你用盐呢 腌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盐腌呢 它里面好像很咸 因为这个鱼小呢 你在外面加一点盐 它的有 那个口感就比较有层次 啊 好 我们现在再加一点 黑胡椒 好 加点黑胡椒 黑胡椒粉 这样子的饭 嗯 尤米 真的菜好吃哦 哦 哦